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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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朋友有送輪血 然後我跟弟弟一起溜 然後我想說 來個運動一下 然後直排輪溜一溜之後 然後我慢慢的長大 然後到了高中的時候 學校有那個 就是像特奧的運動會 那種的運動會 我特別最喜歡的是輪血 因為我喜歡有那個風度的感覺 我是透過老師才知道有這個活動 然後我才告訴爸爸的 然後爸爸也放心我 讓我去溜這個運動 前的傷疤都還在 就是這邊 就是整個摔下去 然後教練就說 你摔下去還是要站起來 你就還是繼續溜 因為你摔了才知道怎麼溜 當下的時候聽到我的名字 然後我很開心 然後就把我的金牌咬一下 第一次得到這個金牌 因為以前都會被同學欺負 然後看不起我 然後想說得這個金牌 然後讓我的國中同學 然後看得起我 大家好 我是張怡文 雖然我講話口條不太順 但是從小爸爸媽媽 就教我對外事情都要有細心 據說我出生第26天 快滿月時 媽媽帶我去醫院接種疫苗 當下發現我的手腳和臉 不斷地抽動著 經由醫師的檢查後 確定感染是上了腦膜炎 我是爸爸媽媽的第一個孩子 他們說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把我救火 還記得國小時 因為我反應比較慢 也不知道為什麼同學總是嘲笑我 上了國中後 同學甚至罵我爸爸是個蝦子 才會生出我這個笨女兒等 我不敢告訴爸爸媽媽 我忍著眼淚 因為爸爸常告訴我 要努力堅強 我不想讓他們擔心 直到特教老師找了媽媽去談話 讓媽媽知道學校所有發生的事情 帶我去做身心障礙的鑑定 高中時我上了特教班 我發現每一個同學都需要幫忙 我怎麼可能是需要被幫忙的那一個呢 在高中三年裡 三年教育裡 我學到了什麼才叫通理心 上了大學 我一樣也是屬於弱勢的 因為對於文字 意思我沒辦法變通 幸好老師都有細心的照顧我 讓我能在大學四年順利畢業 雖然我曾經 我也經過潘逆期 有一度不想面對家人和自己 但看到爸爸媽媽車禍都受傷了 都這麼嚴重 都還不斷地在投入社會上公益服務 爸爸常說能夠回饋社會 是我們的福氣要感恩 所以這兩年來 我也陪他們去學習按摩 而且用我學會的串著和作品 很多長輩及學校分享 爸爸說在經驗上求得智慧 配合勇往直前的執行力 能夠創造每一個不同的價值 也希望各位的好朋友 不管你有沒有弱勢 也都一樣要開創你獨一無二的價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